在本讲当中呢 我将为你去介绍一下 关于算法改造啊 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那其实提到算法改造啊 大家可能会想啊 这个事情不是我们的算法工程师啊 或者说很精通算法的人来去做的吗 那我们刚开始去接触拍摄 而且学的时间这么短 我们能做算法改造吗 那其实大家把算法改造这个事情啊 想的过于复杂是吧 算法改造 其实它的这个主要的含义是什么呢 是我们 将这个公共的算法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基本算法 应用在我们的实际解决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基于这个问题啊 会有很多更高效的这些解决方案 也就是把通用的算法 变成我们的特定的这个解决算法的一种方式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 怎么来去对你的这个拍摄啊 进行一定的算法优化 好那进行算法改造的话呢 我们这边主要去介绍的 并不是说基于我们现有的算法 去发明更高效的这个算法 而是只将通用的算法怎么来去进行一些符合项目的一些算法的转换 那这里边我们说了 为什么要掌握这个算法呢 而且为什么要去转换呢 其实在里边我们说了一些成熟的软件 那它的这些设计思想里面 都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这个算法的 那当你去掌握这些算法之后 那我们再去掌握这些软件的设计的时候呢 就会更加的简单 是吧 比如说我们最经典呢 有这个叫排序的这个算法 那这个排序算法的话呢 我们往大了说 那这边我会涉及到排队论 对吧 比如说我们从小到大进行这个队列的一个排列 是吧 还有呢 比如说在我们去设计一个购物的这个逻辑的时候 那这边怎么来去让用户能够尽快的去进行这个付款 那怎么尽快拿到他自己的货物啊 等等这些其实里面都是有一定的设计思想 那这些设计思想呢 把它抽象到我们的最底层啊 其实可能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个通用的算法 那除了这个通用的算法 我们说了 那其实还有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在编写的这个代码啊 可能自己编写的这个代码质量并不高 算法并不高效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通过分析我们的一些通用算法 来去提高自己的这个代码质量 好 那反过来的话呢 还有一点 就是很多的这些通用代码 不一定适应于你自己的这个业务逻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需要把这个代码做一定的这个优化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想要求出 这个1到100里边 有多少个质数 那我们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OK 那这个我们可以去自己编写一些相应的这个算法 好 那这边我们会发现什么 那每一天都有这种需求 或者每一天会有大量的这种需求 需要求出100以内的质数 OK 那这边其实这件事情啊 已经不是说从100里边筛选质数 这个算法怎么来去优化了 而是我们可以怎么办 咱们可以提前把100里边的质数给它挑出来是吧 存入到我们的数字当中 那当有人有同样的需求的时候呢 最快的方法并不是说 怎么来编写一个世界上的算法 而是什么 能从我们的这个列表 或者从我们的字典里边 直接把这个数据给提取出来 对吧 你看这其实就是一个算法的一个 在实际生活当中的优化 那这里边我们说了 在python当中 有哪些我们需要去关注的这些优化的点呢 还有呢 我们这边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来去优化这些算法呢 咱们来具体看一下啊 好 那这边我们想要去优化算法呢 咱首先就得去评估算法 那评估算法呢 咱们其实有一种叫后评估 一种叫先评估 啥是后评估呢 我程序运行 运行了之后 我统计一下它一共运行的时间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是吧 往往在编写好程序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能够预估一下 我的程序的这个复杂度 这个程序运行多长时间 好 我预估这个时间 我要怎么来去预估呢 那这边就是大家比如说 还是拿现实的生活当中来去举例啊 那比如说我去超市来去买东西是吧 那这边前面有很多的这个队 那我去排哪一队咱们能够更快的结账呢 其实你都会留一个心眼是吧 你去看一下别人 而不是我们会去看这个结账的这个人啊 他的购物车里面有多少东西 而不是说我们排队人的这个多少 那这边其实大家会想到我们去预先预估这个程序算法复杂度的时候呢 不是说这个程序它的这个代码多长 而是先看什么 先看我们这个代码里边有没有比较复杂的这些逻辑 那这些逻辑的话呢会影响我们的整体的复杂度是吧 那这边什么样逻辑会影响你的复杂度影响的最高呢 大家会想到其实就是循环是吧 那这边我们说了有一种后评估的统计时间 那还有一种先评估的 那先评估的话呢 我们这边就做一个预估 并且呢统计最复杂的这部分的这个时间大概有多少 统计的方法呢 在这里面我们叫做大欧复杂度表示法 那这边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大欧表示法和我们去直接统计执行的这个时间比起来有三点不同 第一点呢就是大欧复杂度表示法 它是先评估的 而我们统计成运行时间是后评估的 好那大欧表示法呢并不是精确去评估的 它是什么 它是预估我们的一个时间 那你拿去统计这个程序最后执行时间 精确的是吧 可能进入到零点零几毫秒 好那还有呢 那这边大欧去统计的这个时间呢 这里面它是统计最复杂部分的时间的 而不是完整的一个运行时间的 所以这个是它和我们直接去统计的一个区别 我们再去评估算法的时候 那这边第一种就是什么 用这种大欧复杂度来去进行统计 好那这边统计的时候 我们说用哪几种常见的这个复杂度呢 我在这列举了四个最基本的时间复杂度的这个评估的这个方式啊 那这边叫欧什么样的一个复杂度 好那这个复杂度当中的话呢 我们说了最简单的复杂度是1 那这边依次到1log n n和n的平方 甚至n的立方 是吧 好那这些复杂度呢 去评估下来表示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代码的量的一个多少 对我们的时间的一个影响 那这边其实可以把它列成这个大欧啊 可以把它列成我们以前在这个数学当中学习的这个F什么的这个函数 对吧 好那这边我们从简单来一次跟大家去解释一下 最简单的这个叫做O1 O1是什么意思呢 并不是说我们只有一行代码 所以它的复杂度是O1 可能是两行三行甚至更多行 比如说我们再去做什么呢 对变量进行负值 比如说我负10个值 对吧 那这边我们会知道什么 即使负10个 负20 负30个值 那这么多负值呢 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代码的这个复杂度啊 不会产生任何的这个影响的 那这种呢 我们把它定义成O1 这种复杂度 好那这边接下来有一个叫OlogN 那这个其实比较复杂 我们先跳过它 咱们先看第三个 第三个叫ON ON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我们的这个程序啊 只执行一遍 对吧 那这边随着我们代码量的这个增长 程序的执行时间就会增长 对吧 比如说我们除了复制之后的话 我们可能需要去进行一定的这个计算 加减乘除 对吧 好那这边代码量越长 我们的这个执行的时间就越复杂 是吧 好那除了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这个加减乘除之外 我们这边可能还会去计算这个乘方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我做一个for循环 这个for循环里边呢 那这边每执行一次 我计算一次2的这个乘方 那比如说for一个变量 对吧 因什么 让这个变量从1去到100 然后呢 那这边当我们这个执行这个循环的时候 循环体里边是什么呢 是2的1次方 2的2次方 2的3次方 对吧 那这边我们去表示起来 是不是log以2为底 那这边从这个1到100的这个对数啊 好那还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去计算这个3的2次方 4的n次方 5的n次方 这些样的一些形式是吧 然后这些形式呢 其实统称为 on logn这样的形式 叫对数的这个复杂度啊 那他呢 这个logn要比我们的这个on 这个时间复杂度要简单一点 对吧 好 下面还有什么呢 on乘n对吧 那一般表示n的平方 好 这个复杂度其实大家也可以想到 比如说我写一个循环里边 嵌套的一个循环 对吧 OK 那这边他的复杂度是 on乘n是吧 好 那再嵌套一个呢 再乘以n 这是最复杂的程度 那在这里边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的大欧复杂度表示法 是表示时间的复杂度 而且这里边是什么呢 只预估最复杂部分的一个 时间的这个复杂度 好 那这边的话呢 通常我们去评估好 这个时间复杂度之后呢 是要对他的这个算法的逻辑 进行一定的这个优化的 是吧 好 那这边比如说像我最开始给大家 举的这个例子当中 那这边我们想取出 1到100里边 一共有多少个质数 OK 那这时候取的时候 大家可能就会想 我要从1一直到1 是吧 一直来算一下整个的这个质数 OK 那这个时间复杂度应该是多少 好 那这边我们说了 起码你要达到on的这个复杂度 是吧 好 那这边我们说了 能不能把它去进行一个转化呢 我发现取1到100这个质数 在我的程序里面多次使用 而且1到100这个质数呢 在我们地球上 那它还是固定的是吧 始终就是这些数字 OK 我可以怎么办 咱可以先把这个质数取出来 存入到我们的列表当中 那每天我想计算1到100这个质数的时候 怎么办 我直接去取表里边的这些值就可以了 是吧 好 你这就把你的算法的复杂度从on直接降到了什么 我们的o1 那其实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去评估复杂度 并且呢 咱们来去对这个复杂度前优化的一个基本的方法 好 那这边更复杂的这些算法的话呢 需要大家不断的去积累啊 这些算法来去慢慢的去学习它 好 那我们说了 咱们要想改造一个算法的时候 是不是每次都要都要学很多的算法 这是之后我们才能改的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在Python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库 帮我们来去优化这类的重复类型的这个算法 好 那既然你能发现它是重复的 那Python自己能不能呢 其实也可以的 比如说我拿Python 来去编写一个计算这个Fibonacci数列的这样的这个程序 咱们可以使用Time来去统计它的开销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先拿Python 来去编写一个实现Fibonacci数列的这样的函数 那我在这呢 用这个Jupiter的这个程序把它打开 好 打开之后的话呢 咱们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函数的一个定义啊 定义的时候呢 那这个Fibonacci这个函数的话有一个参数N 那当N小于2的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返回了这个N的值 那在这里呢 如果我们的这个N是大于等于2的 那这边就是返回N-1加上N-2 那同时呢 要注意它是自己啊 调用了自己啊 是一个地规的这个方式 那这个自己调用自己的时候 那这边大家看起来程序比较简单 但是它运行的时间会非常的长 咱们可以来看一下 好 那首先第一个我们定义函数用了多少呢 0.2秒是吧 好 接下来第二个 我来调用一个什么呢 Fibonacci40 好 那40的时候其实是怎么运行呢 咱们回去看一下 它还是让它继续跑着 是吧 好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去调用它 调用它之后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程序执行到这 是吧 好 那接下来调用什么呢 Fibonacci39加上38 好 39的话呢 在下面依然是什么呢 调用 再往下是吧 38加7 OK 这样依次去调用下来 好 这边会发现什么呢 执行的时候消耗了11.1秒是吧 这是它的最终的一个结果 好 那在执行它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那这边我们比如说传入的是40的话 那这边我们要执行一次39加上38 好 那这边我们39的话 再去调用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要再去计算一次38 有时候同样的功能 我可能需要去计算多次是吧 那这边其实大家就想到了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 我们说计算多次的这个事情啊 咱们可以给它去进行一些优化 怎么来优化呢 咱们来看看啊 在这里啊 我们会有一个算法叫做LRU算法 那这个LRU呢 其实是叫做最近最少使用这个算法 最近最少使用这个算法有啥作用呢 那这边它会在我们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 把我们执行的这个结果呀 给它进行一个缓存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去计算 菲波纳切这个数列式的 我这边去计算40到39 39到38 39 38 这里边其实会有很多次被重复调用 所以在这里怎么办呢 我就把它去缓存到我们的内存当中 有时候发现调用同样的函数 调用同样的这个参数 并且中间的过程 不会改变结果的这个时候 我就直接用这个结果了 而不是什么呢 让它再计算一遍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缓存的这个功能 好 那LRU算法可以保证什么呢 我们说缓存的这个总量啊 不会超过你最大内存的大小 当你缓存的这些数据 把你的这块缓存区存满之后呢 那这边会把最近并且最少使用的这些部分 给你从内存清除掉 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算法 用这样的算法的话呢 我们其实会使用一个Function Tools里边的 有一个Cache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就可以去做我们的函数的缓存功能了 那咱们可以计算一下缓存之后啊 它的一个实践开销 好 那回来啊 我们来看看怎么做呢 那咱们其实知道了 我们这边去计算这个40的时候呢 3938这些东西是重复计算的 对吧 甚至什么呢 我们去计算40的时候 那这边我们的Fibonacci2 Fibonacci3 其实会被重复计算很多很多次 这些其实我们就都可以去缓存了 是吧 好 那这些缓存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自己去编写这一功能 那这边第一个是比较复杂 那第二个呢 你没有办法保证别人 下次还输入40是吧 可能它输入的是3938 甚至可能更小的数 那你缓存的这个结果啊 那可能就没有用了 是吧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执行第一遍的说 我把这个结果进行缓存 那第二遍再去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我发现已经有了执行一遍了 那就直接在内存当中去查一下它就可以了 好 说起来比较复杂 但执行起来非常的简单 咋做呢 我们从Function Tools 直接导入这个叫做LRU Catch 这样的一个函数 是吧 那这边把这个函数 作为我们的这个Fibonacci的一个装饰器来去使用 当然这里面可以先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类 是吧 那它增加了一个可调用的一个魔术方法 好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依然把它当作函数来对待 好 LRU Catch 那这边通过它来去装饰我们的Fibonacci2 这样的一个函数 好 这回咱们再来看看它的执行结果 好 为了不让我们的这个Jupyter这个LAB有缓存 所以我把这个整个的内核给它重启一下 这重启之后呢 确保它是没有缓存的 这样执行起来 咱们才是比较公平的是吧 好 我再去定义第二个 好 仍然是0.2秒 好 咱们看啊 上面是执行了11秒是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执行第二个 好 你看 这个执行速度就非常快了 是吧 好 为啥也非常快呢 因为我们在去计算这个40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把第一遍啊 从40到2这样的一个菲普纳切的执行结果 给它缓存 那当你再去计算第二遍 从39到2的时候呢 就直接读取缓存就可以了 好 那这边很明显啊 和我们的11秒比起来 0.2秒已经快了 非常多的这个倍数了 是吧 好 你看这个其实就是LRU catch 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用途 是吧 好 那这里边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你使用了这个缓存功能 我们不用去改变算法 内部的这些事情 好 那这边只在外部 去增加我们的装饰器 那这个其实也是装饰器 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 是吧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说增加了这个装饰器之后 一旦重复计算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它都可以给我们自动进行缓存 而且呢 它不会打爆缓存区域 对吧 一旦发现缓存满了 它会把最近最少使用的这些内容 给我们清除掉 让你的这个内存始终维持一个低水位 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改造算法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做法 好 最后呢 我来给你去总结一下 那算法呢 其实是我们去解决一类问题的一些通用做法 那只是把前人的这些智慧啊 给它提取出来啊 形成的一类的这个方法 所以呢 对于算法来讲呢 我们首先第一个啊 要了解它不是 所想象的那么神秘 那这边去评估算法和优化算法的时候 我们知道啊 评估算法优化算法有两个方面啊 一种是我们在算法执行之前 我们去进行评估啊 那这个评估呢 是一个粗略的评估 而且是不准确的评估 那我们一般是使用大欧啊 方法来去评估它的时间复杂度 用来去衡量我们的算法的一个复杂性的 好 那还有呢 在执行过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去评估 那就是统计它的运行时间 那对于他们的这个优化方法的话呢 那这边在执行之前 那我发现这个算法的复杂度比较高的时候呢 我可以基于业务 对它进行一定的优化 那这边如果呢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我希望能够进行优化呢 我可以考虑 是否有重复执行的过程 为了用缓存的方式进行优化 OK 那这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怎么来去 用最简便最快捷的方式啊 来去优化我们的算法逻辑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